然後我們在簽訂的時候 有辦一次攝影展 那是因為我們有一次的攝影政見活動 然後有800多位參加 然後來參觀的人 錄了有2萬多位 那這次的攝影展其實辦在台北 然後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在台灣 有大概將近 54位 55位的街頭伴收人 那目前其實主要是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那在桃園市有1到2位 然後目前在 台中市有3位 那這個就是我們請多一位街頭伴收人 那其實像 Bitcher這樣一個街道 主持呢 在全世界 在全世界 其實有一百多份的攝影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發行 那我們有一個國際的主持 就是國際街道聯網 那所有的街道主持 都可以 申請加入這個組織 那其實這個組織 主要就是做所有街道 很想的一個聯繫 那每年呢 我們那一次聯繫 那大部分的地點就是 那主要就是 大家可以幫我們去看 他說 在未來在街道發展上 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就是我其實那些經驗上的分享 所以你看到其實這些都是 呃 蠻辛苦的朋友 我們都叫做 英文叫Legers 然後我們中文都把它叫 街道伴收人 所以你看到其實這裡面 很多一定不是首想拿來的 的Bitcher 只是說 的Bitcher在裡面算是一個 比較有歷史 而且算是 比較 一個 發行的雜誌 比較大的 那目前為止呢 其實我們已經賣超過30萬本的雜誌 這雜誌其實就是我們 判售一個人的享受進去的 那其實這30萬本的雜誌 代表面其實是多很大不一樣的 就是 其實這30萬本的雜誌裡面呢 因為我們的 想到 最大塊錢 我們判售人 他可以判售的四塊錢 就代表說 其實我們判售人 因著他自己的努力 跟他自己的工作呢 他們總共賺取得 在這兩個時間 再取一千五百萬 那目前我們每一個判售人 他一個月 他的平均收入 大概可以將近快到達 雜誌五千元 那其實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副秀 運作這兩年來 目前其實 整個雜誌社算是 還蠻穩定的 對 因為 以這個營運指來看 我們其實在 剛才創業的時候 有一個目標 就希望說 一個伴授員 至少一個月要能夠賺 一萬塊以上 那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呢 其實 一旦來講 我們的伴授員 他如果在以前的生活裡面 他們有的工作機會 大部分都是臨時性的 例如說 在五代六五代天 他們會有一些 好傳單啊 然後舉牌 那種工作 然後另外呢還有 像 像三月份 第三月的時候 媽祖不孝 繞進啊 他們會有一些正費的活動 所以他們也會去出正 那像這樣一個動作屬性呢 每天他們的工資啊 在台北大概是八百一塊 在中南部有可能 大概稍微七百塊左右 所以如果你每個六字呢 都有這樣一個 一時性的工作機會的話 他一個月下來 大概可以賺六七千塊錢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他現在隨時 他想要工作 然後所以都可以賺六七千塊錢 這個情況之下 他如果一個月都賺不到 一萬塊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資質 沒有辦法更加起來 因為 所有的勞令人付出 他一定要像 對應的一個 收入更會會才行 所以呢 其實我們大概 在一年多之後 就已經觸碰這個數字了 那他目前大概已經 應該 有時候已經超過 五萬塊錢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可以要原定的 然後透過這個方式 來賺取自己的收入 那 其實在 Pinture他的 整個機制運作裡面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他基本上 他是提供一個 工作機會沒有錯 但是對我們來講 其實並不是 只是提供他一個 工作機會 讓他去賺取收入而已 而是我們希望說 他透過這樣一個 支持情緒的過程 慢慢的把自己的 出現性 去建立起來 因為我們覺得 當一個人 他有一個收入 另外一部分 自信心之後 他才能夠去決定 去想要一個 生活的視態 但是我們 萬職員在以往的 生活環境裡面 基本上他可以 生活是沒有所謂的 選擇的 所以 以一個 女學家人的組織 並作 其實他最大的目的是 希望我們萬職員 可以有多多這樣的 工作方式 去慢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然後慢慢去找到 生活的重心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開始去選擇說 我想要 或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那 所以其實 有時候我們會被問到 誒 我們的反送員裡面 有多少人是所謂的成功案例 那 他們 有時候我們的想像成功案例 是說誒 我們反送我們是不是可以 回歸到後面的正常生活 或是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工作 但是我的答案都不是這些 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們想要不曉得什麼叫 珍藏生活 珍藏社會 因為那個是一個 非常模糊和概念 所以說 生活在這個空間 這個土地上面 基本上它就形成一個社會 所以不曉得 總之叫珍藏社會 它沒辦法變成一個 評判的一個英俊 然後另外說 有多少人 他可以找到比較好的工作 或是政治的工作 其實是同樣的 不曉得 工作的所謂的價值 要從而去判斷 那他去做 不管是他去做警衛也好 然後他去做企劃也好 他去做廣告也好 他去做網路 他去做行銷 對我來講 所有工作都有他一定的價值 只是說 這個工作 對你來講 生生都是的 然後你會不可以做這個工作 可以讓你做相當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講 自己是把人家的評判 所謂的 怎麼樣叫做 把它變轉接到一個好的工作 但是我們真正希望 是他可以做過這樣的方式 慢慢的有自信心 然後慢慢想說 欸我 我的生活 怎麼樣去做 會比較好一些 那我這邊舉的例子是 譬如說 我們到現在 將近有 三四位以上的 什麼反送員 他們有一次 他們有時候就會打電話說 他希望請假大概一個月 有時候要兩三個月的時間 他說什麼事情 他說他要回中國大陸去看信 那我覺得 這個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個非常正向的發展 那該講怎樣 代表說 他如果 透過這個工作 他可以賺取到一些 一定沒有收入 而且他有些積蓄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 他可以開始選擇 他未來的生活 他可以選擇 描返自己的未來的生活 那之後一個月 他要帶到公共大陸去看記憶 所以我覺得 我想 如果同學們 如果你說 要到一個國外 或是到一個其他地方 要住一個月 我覺得那個不只是一個 有沒有錢的問題 基本上 心理上還是要有限制 這個可以來行 這對我們來講 這就是一個比較炒 的一個發展 那這個是目前的 我剛愛的過去了 就是我比較有趣 它疊起來 目前大概是 將近一千五百公尺到 對 然後呢 呃 在二千一九十一月 開始的時候 澳洲呢 他們有發起一個 藝人分別的走上街頭 來看一齊的掌機 那主要 剛才想說 就是他們的推廣 那他們那時候 有拍一個 三十秒的廣點 那時候 那時候 我拍一個三十秒的廣點 我拍一個三十秒的廣點 那時候 我拍一個三十秒的廣點 那時候 我拍一個三十秒的廣點 那時候 我拍一個三十秒的廣點 我拍一個三十秒的廣點 痾 事情 地方 你應該有一個 這個 非常重要 就是 幫助那些 幫助自己的人 因為 我們一直覺得 除非一個人 他自己要改變 老闆其實其他人從外面在怎麼樣面對 基本上還是很難去讓他有一個改變的經歷 所以對我們來講其實我們是希望去幫助那些 他真的很希望去改善目前的生活 所以他所理他想要的所有改變 那以律師的角度來看 如果他基本上已經有這樣一個準備心態了 那我們就很會提供一個這樣的模式 然後希望他透過這樣的方式來 開始找到生活去改變那個東西